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下午的即使攻略环节 先跟大家跟进上个星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刚刚在上个星期尾 访问俄罗斯的时候主要说到 中方的丝绸之路经济大的建设 与俄方有一个跨欧亚大通道的建设商讨 都刺激了 今日来说就见到几件铁路板块 有个氢气的上升的情况 先看看整个板块现在的表现 中铁建升载埋近3.14.68 中交建升超过1.12.08 至于中国中铁升埋近1.10.24 中国南车和北车暂时都仍然停牌 我们就请到嘉宾有义材政券研究部的经理 静耀辉在这里 Stanley 你好 刚才提及到消息上 大家都说了很久 或者都预计了很久 习近平和俄罗斯方面有些商讨在这里 而其中都见到今天比较升幅多一点 中铁建1186 都说到其中有两个计划的项目 都会在当中里面 他们旗下的中套公司 将会和TEIC合作发展铁路和港口 总共是三个项目 而且铁路长达410公里 亦都会协助这间公司在内地沉迷金融机构 找回一些融资 或者更有竞争力的其他融资方法等等 刺激了股价今天升上来 不过看回1186本身 说回海外订单方面 其实境外一些收入 他们公司整体的收入不够4% 都算是相对比较小的一个数字 接下来是否有更多追落后的空间 其实你可以说一带一路 现在开始有一些 比较上一些项目 开始大家就会签署 而当中 你都可以说 中国就牵头这件事 所以在变相之下 一些可能你说中资的基建公司 变相有机会 可以取得比较多这方面 一些合作的空间 事实上先回应你刚刚提及到 中铁建是一些叫海外的项目 占比较小的问题 没错的 基本上三间的 叫我们讲开这些基建公司 都离不开 中铁建、中铁、中交建这几间 基本上海外占比方面的比重 其实是不高的 中铁建反而你可以说 在三间里面是比较重过一间 但是如果你以上年来计算的话 那些占比是不足百分之四 即是百分之四座 这个叫做概念 但是如果你看看 今年公司第一季新签 新签来的一些订单 其实海外占比的数量 是急增的 增长大概是270% 反映了公司都很积极地 希望可以签多一些可爱的订单 事实上公司之前也提及到 可能在2020年的时间 将这个可爱收入的占比 大概是一成半到两成左右 预计到时可爱的占比 那个数字会比现在这个大得多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部署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其实现在很多内地的工程项目 当然你可以说一些项目 都离不开那间公司欠 但是问题是说 一些本身内地的一些项目的 毛利率其实是很低的 基本上可能只有一个 改数字的毛利率而已 其实比较长期都很低 但是相反一些海外的项目 其实那个的毛利率方面 其实是比较高的 可以说有大概是 双位数率出现不是很多 但是那样可能是十多个% 就是一个叫做毛利率 变相之后 都是比中国里面自己的理解 是为高的 所以变相 为什么你说很多的公司 特别是这些基建公司 为什么 他寧愿希望做多些海外方面的合同 最主要都是这个原因 而一带一路 都可以说是为这些公司 提供比较多些的机会 而事实上都不单单是俄罗斯项目 就是俄国这方面的项目 你看看中铁建本身在今一季的时间 好像在非洲为例 他都签了一些新的项目 而且现在中铁建也是当地 即非洲 城轨的交通这方面的项目 那些承包商里面 是最多是他的 所以都反映似乎 就是说中铁建也好 其他公司也好 基本上他们都会积极地 向外拿出希望 拿出这些合同回来 好啊 听你这么说 就是三个 譬如我们刚才看了 中国中铁 中交建 又或者是1186的中国中铁建 是 海外订单上面 似乎是1186的 佔比较多些 或者做得多些少 会不会说现在都 继续看好这一只 多过之前都跌小跌得比较急的 1800 其实就几间的 叫做部署策略都不同 如果这三间里面 因为如果你是以我 以我比重上来计算 都是说可爱方面 那中铁建是比较多些 这一只我自己 就比较上是看得挺乐观的 甚至乎你可以说 这个板块本身 一直以来 我都看好这个板块 基本上你可以说 在国策的支持之下 我一度都强调 其实他们不是差的 但是 只不过 因为之前的时间 始终股价就升了上来 而且始终内地方面 一些融资融券方面的影响 令到他们的股价 跌得比较多 但是你说 如果以我前景上去看 应该都不差 因为刚刚提及到 除了一些叫做 海外的项目之外 如果你看回内地本身 现在铁路的投资方面 其实之前预计了 今年是8000亿 人民币阻禁 但是如果要达到 10年规定下的数 其实这个8000亿的数 其实是不够的 所以预计就是 回到之后的时间 有机会 将这个数 调到1万亿人民币 这个压度 所以变相之下 都为了 因为这类公司 达到比较多的机遇 所以你可以说 这些板块 其实前景 真的不会差到去哪里 正如刚刚说 逐測称 好像中地建的 刚刚解释了 但中交建本身 其实你可以说 公司之前的时间 都有比较多的概念 特别是分拆的概念 但是之前 世隐那边 都有些报告 都说到 有些公司 列入黑名单 而当中中 中交建好像是 包括座内 所以变相之下 可以说 中交建有 比较多的 负面消息 前要注资下 这些就暂时 不要选择 而中铁本身 也可以说 走体方面 都仍是 你可以相比 186来说 表现上 似乎都是 一般 未至于可以 很标轻 而且刚刚提及到 现在本身 最多 项目座 比较多的 都是中铁建 所以你要选择 似乎都可以选中铁建 好 也看到 花企出了份报告 今次减息来说 都列为 譬如平保 潤地 中交建 中铁建 都为之 减息之后 受惠的股份 为之是首选 是否都继续 在减息方面 可以利好他们 市场上 是否都继续 预计 继续有减息的动作 是否持续 都可以受惠得到 事实上 为什么会这样看 因为本身可以说 这些基建股 其实负债的问题 都比较严重 都是比较高负债 这个可以说 是行业特性的问题 所以变相之下 其实这一类公司 之后你都预计 可能有更多的 集资的需要 当我们可能要向外厂 甚至乎 要做多些项目的时间 都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今天减息对它来说 是有个比较直接的 明显的帮助 但是我相信公司 如果要再做大些 似乎之后都要靠一些 资本市场的帮手 所以当然 这是后话 而且是说 假设集资来的钱 都用回公司身上 问题不大 但是从事 以短线来说 因为这些板块 都跌了很多 所以短线来说 他们依然可以保持反弹的浪 最后看完1186 还在14.68 升涨近3% 其实有没有机会 突破之前跌穿了的 10天和20天的移动平均线呢 基本上 我觉得它的股价 应该有机会保持反弹的势头 所以 暂时来说 我相信 再试回之前的高位 大概17.7 这位置的机会都会比较大 好 谢谢 Stanley跟我们跟进 1186中铁建的情况 有大环境 一带一路的支持 以及减息方面 都继续有利好相关股份的情况 谢谢你的分析 说的股份有没有持有的? 没有持有的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会有问答环节 可以打定电话来 2804-6566